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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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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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数年,日益居士系映光法师弟子。 雪庐说明夙愿,居士允卫寒介。 以此因缘,通信归一于映光法师。 又三年,专程到苏州报国寺,也映光法师。 诗在观中接见,勉力有加。 诗在观中接寇见者,立于十数分钟。 而雪庐竟蒙开释中日。 民国二十三年,举县重修县制。 总转为庄太使新儒。 分转及预期侍者,均一支红儒。 雪庐由玉政转任分转。 其中古基、军事、司法、金石四类。 皆由雪庐负责转修。 三年,三年士郡,因庄太使之推荐。 应聘入大城至圣先师,奉寺官府任秘书。 玄进任主任秘书。 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 中日战争爆发。 华北相继沦陷。 国民政府迁重庆。 雪庐一随凤寺官孔德城入川。 在重庆时,一日路过长安寺。 闻太须大师卓席寺内。 雪庐早年读海潮音杂志。 九木大师德丰。 金德士远,急求夜见。 即入室,心见梅邪云居士亦在座。 事时,长安寺设佛学社。 太须大师选人赴监狱弘法。 梅邪云以雪庐贱。 雪庐乃与蜀僧定九师, 便立重庆及附近各县监所, 做佛法演讲。 偷有讥笑。 太须大师曾提字讲位之。 暂时重庆,日积轰炸无间日。 雪庐随随恐凤四官, 千重庆西郊戈乐山。 林间平屋树间, 命名曰伊兰别墅。 戈乐山巅有云顶寺, 吴僧主持,为公教眷属所杂居。 电影玄标曰, 佛学讲演会, 为太须大师所书。 询问之下, 知为大师所设。 血炉洗其幽静, 美尘彼至灯礼佛诵经。 日久, 未见有人来讲演, 使物银额是为护法保全所悬挂, 乃请于太须大师, 愿任讲席。 大师许之, 数年间听讲者日众, 终至庙宇为之崇新。 抗战胜利后, 随恐凤四官还都, 居南京三载, 曾随恐凤四官三返屈赴, 以道路耿阻, 谨一返济南探视家人。 在经期间, 以普照寺及正音连设为道场, 讲经红法。 三十八年, 雪鲁六十岁, 只身随恐凤四官来台湾。 雪鲁抵台后, 凤四官府, 设于台中市复兴路, 一漏巷里的一床日式平房中。 他办公于司, 食宿于司, 于公务安顿后, 及密红法之所。 出密德法华寺, 受开讲新经, 即讲四十二章经。 他是一位有执照的中医师, 在寺内设中医诊所, 诗医济重, 又辟图书阅览室, 广制佛书, 供听众阅读。 又是法缘日广, 讲经场所, 扩充到临山寺, 宝爵寺, 宝善寺, 圣斋堂, 菩提场, 佛教会馆等处。 台中县市素有慈善堂, 赞化堂, 龙义堂等先天大道或龙华教之鸾坛。 这些场所也多请他去讲经。 日久之后, 鸾坛中的信众也归依了佛教, 修持净土法门。 他除了多处讲经红法外, 附在许多杂志上, 开佛学问答栏, 借杂志而广为流通, 如绝群, 绝生, 菩提树, 瓷光, 明伦等佛教堪悟, 均有雪卢老人, 佛学问答之原地。 自慧远大师, 庐山结社念佛, 净土宗, 大鸿于中土。 唐宗之士, 智有家家观世音, 护护阿弥陀之风尚。 雪卢有建与此, 岁发唱剑连社之宏愿。 民国三十九年, 与董正之, 徐造生, 朱炎黄, 张松伯诸居士, 筹组台中佛教联社, 社旨设于法华寺内, 雪卢当选首届社长。 一年, 由许克随, 朱炎黄二居士, 捐资购得民宅移动为社旨, 以后旅经扩建, 乃成为中台湾 威俄庄严之净土道场。 民国四十年十月, 连社成立男女二众红法团。 男众到台中监狱红法, 女众到各地连友家中红法。 四十一年元月, 连社大殿洛城, 离请正连老和尚, 传授三规五戒。 四十四年六月, 赴礼请宾宗和尚, 颤云, 敬念诸法师, 传授菩萨戒。 前后得戒者, 各数百人。 四年并在连社开办佛学讲座, 国文补习班。 学却卢亲讲佛学, 孔德成, 刘汝浩, 周邦道, 徐祖成诸教授, 讲论语国文, 以后帅以为常。 四十九年六月, 连社十周年社庭, 父亲正连老和尚, 起见戒场。 德规一戒者千余人, 名曰千人戒会。 由于台中连社的成立, 各地念佛风气大盛。 民国四十四年, 他到台湾北部桃园县讲经, 辅导该地连友, 成立了桃园佛教联社。 四十五年五月, 他到屏东讲经, 也成立了念佛团。 后来, 台湾中部如雾峰、 峰园、园林、 东室、厚礼、 鹿港、浊兰等地, 都成立了部教所或念佛会。 民国四十五年, 以台中连社讲堂, 容纳不下众多的听众。 雪卢老人与连社弟子筹役, 兴建佛教图书馆及讲堂。 联社女弟子首先发起各种缝纫品意脉。 张家大师以句名发起, 雪卢老人撰文呼吁, 终于民国四十六年 在台中市六川西路 购得土地五百平 新建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图书馆 私立慈光图书馆 四十七年 正式对外开放 馆中有大藏经六部 法宝总目录两部 太须大师全集一部 各种佛学词典七部 其他佛书一万余册 一般学术书如二十五史 通建十三经等军齐备 富有大讲堂 可容纳千人 民国四十八年 联社联体机构中 又成立了慈光育幼院 育幼院之成立 受由联友许克随 李秀英 各捐土地百余品 其他联友相继捐书 共购土地七百余品 即在此土地上 兴建了台湾第一所 佛教孤儿院 于五十年六月落成 这所孤儿院 经常收容孤儿百余名 由院中照应其生活 并送入小中学就读 至高中毕业后离院 即慈光育幼院成立之后 民国五十二年 又创办了台湾第一所 现代化的佛教医院 菩提医院 先是雪卢老人弟子 于林波医师 员在公立医院服务 于四十九年秋 受菩提树月刊 发行人诸妃之曰 到湿头山 为闭关前修的 慧姓法师诊病 于林波山居树日 构想若有佛教人士 办一所医院 为资素四众服务 解决出家人住院的素食问题 及修净土者临终住念问题 因是一件佛门功德 下山后 将此构想 与诸妃居士相商 并向雪卢老人陈述 获得他两位的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 在雪卢老人的领导下 由联社社员 黄雪营居士 免租提供 闹区电房一床 于林波提供 医疗设备 先开设 佛教医院门诊部 再筹划 正式医院的新建 此门诊部 于52年佛诞节开幕 命约佛教菩提医院 由于林波医师任院长 于林波在菩提树月刊撰文 佛教菩提医院的现状 和未来的理想 既知周宣德居士 也撰文 为筹建佛教菩提医院 而呼吁 并提出 捐建病室的办法 由于雪卢老人的得望 在菩提树月刊的宣传下 获得海内外 佛教界的支持和响应 夏威仪的李武春华 李传新居士等各有巨款捐助 在如此殊胜因缘下 5年7月9日正式开幕 增建了安老所 在红法事与传新居宣传下 在红法事业方面 则芳心慰爱 等红法文化机构 雪卢在台湾 红法垂四十年 创下大片佛教社会事业 经手钱财 不斥俱益 而其个人生活 教苦行僧 有有过之 蔡念生居士 于雪卢数学会稿序文中称 功无一时一刻 不担心于红法立生 虽眠时不得从容 可有问者 则曰盲盲 服侍人所盲者 观觉利路 妻子田宅 饮食游乐 而功不遇焉 功继身斗士 无眷属之凤 老人之身在台 日中疏食 赖及门弟子 轮流供养 虽苦行投妥 不过誓也 雪卢初来台湾 住凤四官府 指日式平房 在办公室后间 辟一斗士 饮食起居于私 数年后 在台州和平街 租一旧木楼之二楼 一室一厅 兼坐佛堂 与菩提树杂志 发行人 朱菲夫妇 比邻而居 后来 在正气街顶 得以专造平房 一客室 一卧室 佛堂半间 走廊墙壁 以放置 赠人之书刊 狭隘可知 他每天食物 晨五两餐 一馒头 一菜一汤 多由弟子 轮流供养 晚餐 泡面糊 半碗 帅意为常 平时 一席布长山 玉有庆典 着中山庄 从布着西府 出门步行 布履清洁 胜过少年 七十余后 十座侍者 郑胜阳居士 机车后座 八十余后 郑胜阳居士 购得旧汽车 一辆 自认司机 为其代步 他日常 除于 奉祀官府 买手 暗读外 晚间 在各道场 奖金 并肩 各大学 教授 于中兴 大学 东海大学 授国文 诗选 礼记 于中国医药学院 授内经 他讲经授课时 中气充沛 音声洪亮 九十高领 欲无衰亏 民国七十五 一九八六年 四月十三日 安详 安详 网生 适寿九十七岁 原配张夫人 藻族 继配赵夫人 子俊隆 孙女 宇山 同 均在济南 固里 老人 生平 住宿 由 寿业弟子 集围 雪卢 数学 会 搞 编练 纪念 祝年 李公 雪卢 老师 往生 二十周年 陈清 湘 台湾 李公出名艳 自秉南 别号雪如 前清光绪十六年 一八九零 十二月七日 生于山东济南 民国七十五年 一九八六 四月十三日 于台中寓所 安详舍报 逝寿九十七 雪公老师 是当代台湾佛法兴盛 教义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 也是居士红法的无上典范 早年出身山东法政学堂 儒家的经史文学 及传统医学 多所涉猎 曾经担任 举县点狱长 又任职 至圣先师 奉祀官府 一生发扬 并维护 孔梦学说 以敦伦 进份 为维系 社会秩序的准则 对于佛法 对于佛法 则一礼 依梅光西 居士等 为式法相学 实践 则依连宗 印光大师 以念佛为宗 此如佛二宗法脉 是雪公老师 于六十岁来台后 教化子弟的二大主轴 民国五十年前后 老师已经年于七十 却开始为大专佛学社团 创办 慈光讲座 每年寒暑假 开班 笔者当年 也是参加了好几届的 慈光讲座学生 当时所开的课程 由雪公老师亲自授课的 佛学十四讲表 为式学等 参加讲座的同学 多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参数听讲 均在慈光图书馆 当时座下上有一位出家的僧人 即净空法师 也一同听讲 下课休息时 法师有时也扮演助教的角色 为同学解析疑难 首度经过两个星期的 讲座熏陶后 本来心性奴顿 对佛法有如一张白纸的我 逐渐也对宇宙人生的道理 有了概括性的认识 不但引起研经 探讨佛家义理的兴趣 也奠定了选择佛教 作为日后安身立命的标杆 那一年 请佛教学者李恒月 蔡金涛 无疑等人来校演说佛法外 自己也亲任主持人 研讨基础佛学 研讨的方式是主持人先讲一段 再由同学提问题 交叉讨论 对于佛教的理论架构 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 如果没有雪公老师的启蒙 博大精深的佛法 好如烟海的内典 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 了然于心呢 记得民国五十六年的初冬 因课业繁忙 身体转虚弱 为了锻炼体魄 跟随一位拳师 炼太极拳 就在炼拳与学理间 衍生了不少的疑惑 于是斗胆写了一封信 请教雪公老师 信曰 秉公无师赐见 自为尊前 时系念之 为智书请安 深感自愧 陆远山摇 恨不能随事左右 以成教则 以起迷津耳 生美于眼睛之侠 则身觉修持功夫 实重于一切 翻三宝弟子 翻三宝弟子 均应重视行持 调养身体 调养身体 使精神抖擞 方能为众人师 做狮子后 令众人起信 声成成诚 生成诚 毁训 以念佛为宗 平日 仅持佛号而已 至于如何进一步 之修持用功 使身体较常人健康 功夫更增进者 使或可指示 一二佛 生又提问题数端 敢请就教于 无师尊前 一 以道家之 练太极拳等武术 以健身却病 不知三宝弟子习之 有违戒律佛 二 道家之 练经化器 练器化神 再练或可得神通 在境界上 与佛教有何不同 三 或曰 只念佛 不练器 则无功夫 因练佛 义得定 不念佛 不念佛时 亦失定 但练器 至器 充满全身时 则定功 时时俱在 不虑失定 此言然佛 四 与台中 与台中 与台中联社 一文无师 所言 真正如法之 大佛期 及深切向往之 何其 何其无师 何其无师 能领导无柴念佛 打七 以清偿无上甚深 为妙法位 专辩 专辞 敬请 法安 寿夜 晨清香 顶礼 十二月十一日 这一封 啰嗦的 长信 寄出去之后 很快的 接到 雪公老师的 回信 公正的 楷书 巨细 米仪的 不厌其烦的 竹像 详家 解说 其文曰 清香 巨寿 见所寻 各见 紧赴于后 一 学必知理 知行合一 则是实学 说而不行 是为空谈 二 佛家 学问 分字 立 立 他 内 功 外 行 必 声 明 之 而立 行 之 不 诗 持 解 万 善 其 修 此 为 立 他 外 功 念佛 专一 乃系 求定 此为 自立 内功 有须 内外 自 他 合一 非可 解 修 片面 三 念佛 念佛 乃内 内 功 之一 不可 轻 看 若 言 求 尽 并非 再 加 他 法 再 念佛 道 一 心 便 可 往生 是 一 心 则 福 获 礼 一 心 则 断 获 大 道 乘以 四 太极 拳 乃 强 身 术 不 防 学 之 与戒律 无 防 唯 比 与 了 生 死 无 关 联 五 修 道 者 言 念佛 不 练 器 则 无 功 功 笔 所 言 之 功 笔 不过 强 身 异 端 而已 比不但不解佛法 且亦不解道也 切勿信之 六 比以炼器为定 更是大外行话 七 佛家 佛家 亦有 强身术 谁不知 少林武术 压天下 然不是 成佛之 要道 应知 炼身 与 剑性 为两事 剑性法 非以 炼身 可得也 八 正是佛妻 聚受 功夫 上浅 且 无人 主持 不可 妄 求 谨 妇 并 送 学 旗 是 离 丙 难 谨 起 十二月 二十一日 这封 珍藏的四十年的书信 一直从未拿出世人 主要是因 修于将如此肤浅幼稚的问题 搬上台面 但今日 是回顾学生时代的信件内容 却深深地体会出雪公老师真切的慈悲解惑心 是不分问题的深浅 是不分年龄 而对晚辈学生无为不至的教化心 是不分年龄的老少 信中自礼行间 自投至尾 强调 强调念佛至一心不乱 得以往生净土的宗旨 老师也指示 练身与渐性为两回事 而学生时代的我 为了强身 还是继续练太极拳 对于经典的内容 则日后 在家以自修 逐步领悟 老师说我当时的功夫 尚不够格参加佛期 当时却是太不自量力 不过不久之后 有大德在台北主持 佛期法会 因而得以功逢其圣 清偿法位 雪公老师其后 在慈光图书馆 每周三讲解华严经 持续了好几年 持续了好几年 每会必是坐无虚席 也曾随缘听了几次 不少连友白天在台北工作 每日周三下午 便请假南下 已敢听华言讲习 听完后 又敢搭午夜车北返 以便次日上班 如此风雨无阻 延续多年 以讲经的进度 计算老师必讲到百二十岁 华言经才讲完 因而一直心存着 还有机会听讲的侥幸心理 没想到 老师九十七岁那年的四月十三日 便往生了 雪公老师 因成印光祖师 如佛奸鸿的理念 民国三十八年来台 即与台南法华寺 演讲般若心经 三十九年春 在灵山寺 讲无量寿经 弥陀圣诞时 又起见佛妻法会 四十年成立台中佛教联社 自来台至往生 前后长达三十八年的红法生涯 周邦道老居士 归类其功德 既有讲说经论 建立道场 慈济苦恶 昌明伦理 培育人才等六大贡献 这在国内的教育史上 火红法史上是罕见的 是珍贵的 其潜移默化之功 是无形的 因为响应雪公老师 提倡念佛 民国六十五年夏天 汇聚机构创办人 周宣德居士 自子慎 将自己的寓所 命名为静炉 同时 邀请了 慈光讲座的前后期同学 李荣辉 雄婉 陈正雄 红石师 蔡红某 张树福等人 共同成立 进入念佛会 念佛会成立后 先是每周一次 在慎公老师旧宅 其后一致 汇聚映光祖师纪念堂 每周六晚间一次 参加的人越聚越多 由于空间不服使用 因此又搬迁到木栅的六德敬院 如今会员已经累增至三百人 主要活动为念佛共修 每周一夜 每月一永日 另有研讨祖师法语 定期放生 为连友眷属助念 如今 念佛会成立 已届三十年 是遵照雪宫慈讯 中北部最大的团体 为了纪念雪宫往生二十周年 将一子居士 以水墨勾勒了一幅 雪宫老人坐像 画中 以墨色细线 加淡肤色运染 描绘 描绘雪宫法像 向中顶门围发 面容摆昼 双目燃 双唇紧闭 眉宇之间 透露出 不离世法的风格 不离世法的风格 雪宫是 结家福坐于竹床上 两手持折扇 作为旁制古板现装的经书 旁有茶杯 旁有茶杯一支 竹床四角竹竿之称 竹节文理清晰 床席雅致 为了彰显 为了彰显雪宫的高峰亮节 易子画师 为老师置竹床 又在身后直翠竹 以双钩细笔的描线 直出竹竿树珠 竹叶丛丛 织繁叶茂 清脆欲滴 更衬托出老人 若阻止中空有节的操守 易子画师 更在画上提古转曰 古道西风二十年 底下的二行小字 曰 柔照燕茂 岁次并须三月之初 古敏寿叶将易子 功造怀恩 前印二枚 可知 这是一幅刚完成不久的新作 有着南宋简笔画家 梁凯画风的余韵 由于雪宫 由于雪宫 常年住在台中 任职至圣先师 奉似官府 一子画师 跟随老师三四十年之久 对于老师的一平一笑 一言一行 莫不观察入围 点滴刻在心头 因此 画老师顶向 可抓住老师的神韵与精神 画像之外 一子画师 素老师的容颜与体区 更是栩栩如生 神韵天成 插图所示 极为十年前年所速的 雪宫抱息悠闲行影 老人头为相前倾 身着轻视 带扣长袍 足灯居士斜 坐姿 右足横志 左足请起 双手手指交叉 握抱左膝 此正吟诵完一首诗 与运游存的神情 由于像素的太真了 一位愿游国外多年的莲友 有一年回到莲社 赫然瞻仰道 这尊铜像 经为老师再生 面对铜像 竟然痛哭流涕 久久不能自已 除了在台弟子 有作品怀念恩师之外 愿在大陆 于雪宫老师 是素未谋面的私属弟子 刘济汉 也画了雪宫画像 刘济汉是洛阳人 信佛前程 曾画高僧大德像 也曾以针刺舌头的雪 写心经 阿弥陀经 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风笛所示 其他亲手所画雪宫像 身着僧服 手握念珠 立在沙洲上 背景 以流泉瀑布 岩石云秀 充分烘托出 一代大德的无上威 真是山高水长 风范永存 宣画上人 赞李炳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 明炳南 山东济南人 又受儒学教育 深得孔门心法 掌儿学佛 亲近三宝 护持道场 为法门荣相 参访映光 太虚 虚云等高僧大德 研究佛理 送持经典 书写佛经 讲解经典 功行实践 贯彻始终 以文学之基础 发挥 发挥佛教 发挥佛教傲益 严严真实 自自弃离 为正信之优婆色 后随孔 后随孔德成 先生制台 专攻华言 及净土 是佛教 发扬光大 化育 大专学子 不可胜数 新办佛教联社 学校 医院 图书馆 等慈善事业 不遗余力 于1986年4月13日 报为样 吉祥卧 安详 而西归 是寿 九十又七 可为 末法中 兼真 居士也 赞曰 吉封 硬竹 烈火 金金 百炼 不消 金刚 法身 清风明月 不染 仙尘 游戏 三昧 如是 云云 又说 寄曰 以身 作则 化 群生 老实 念佛 九品 灯 铲阳 华言 法界里 开 绝 会 框 佛 姓 名 信愿 持 名 归 净土 劝 修 妙 法 入 连 城 敬 九 七 十 智 生 安 阳 菩萨 眷属 日 日 增 斋 字 宣化 上人 水 静 回 天路 昌 昌 昌 法师 赞叹 李炳南 老居士 近现代的静宗大德 李炳南老居士 山东济南人 医学很好 被称为如医 在山东很有名 他后来学佛了 先参禅 参禅花了将近八年时间 但是他觉得自己没得收获 他又改学秘法 也学了七八年的时间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 他跑到青海 西藏 归一了十几位活佛 但是修了以后 他还是觉得很不踏实 最后 他才归一映光大师 归一过后 不久到了台湾 他本来不是做官的 他是跟孔德成去的 孔德成是孔子的后人 国民党政府给孔德成安了一个凤死官 这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 一个名义 他那个机构也是很穷的 他就聘请李炳南居士给他当秘书 临解放时 人家无论如何 要孔德成到台湾 当然他也没有办法 他就把李炳南居士拉到一路 李一家在济南 家属都没去 他一个人到那里 当然很苦呀 生活也很苦呀 他就专修净土 后来专宏净土 台湾的净土宗 得利于他的弘扬 我们知道 净空法师都追随他 在净土方面 他是有大成就的人 他一直讲经 一直讲到九十七岁都还在讲 当然是上贫网生 他晚年 以他自己的经验 劝告学佛的人 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修净土法门都修不好 我可以断言 你修其他的法门 不可能成就 又说 如果我打妄语 我愿意跺地狱 这说明了 这些大德苦口婆心呀 他晓得 我们这些凡夫信不下去呀 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走转路 现身说法 净土是异形难信之法 李老师弟子 菩提树主编 朱菲居士 谈随师学习会几本 学人朱菲 少年时 即归一印祖 一九四八年 吕台后 追随雪公秉南老师 学修净业 曾闻雪公告知 使佛教中 有南眉北下之称者 南眉 乃指南方有眉宫光夕 斜云老师 北方 则指下宫 而黄公念祖居士 恰为梅宫之声 学人 学人也曾在台中 听过雪公老师 讲过下老的 无量寿经汇集本 忠心仰慕已久 乃于2008年9月 为台中菩提人爱之家的老人 即光寿宫 即光寿学院 学区学院 学镜同仁等 学讲无量寿经 摘要浅界 即用的夏连之老师 汇集中 晕晕 黄念祖老师 读解的 摘要浅界 正续片 和堪许 三藏内典 试出试法 鬼犯也 于夜师 南昌笑脸 斜云 梅光西大事 于训清之计 为秋观 归佛 至法相学 其精碎 观群伦 凡相宗学者 皆崇之 世书之流通 即为后学 不畏而作业 徐梵之意 于碧获来台 居二十五人 也未敢错 古人 静空法师 以法相 刚要见证 小雀之曰 此五十年前 所熟读者 静诗曰 属为弱势之久也 受而流浪 乃为续边 恶然约 于世大事 积二十年 其间流离 风烟 咸火 十年 无安所 实缘 实缘如是 古味之 见也 此祸赌于台岛 小康 是燃鱼 竟是 味数 欧德之游 且你正续何堪 愚称善 即怂恿之 文中提到 必获来台 居二十五年 李炳南居士 一九四九年 来台湾 居二十五人 就是 一九七三年 左右 老居士 此时 以称 敬老 为 净空 法 师 李炳南 老 居士 弟子 将 义子 居士 谈 净 空 法 师 老和尚 我 看他 讲经 我就会 想 到 老师 他台 台 风 之 像 真 潇洒 记录片 我所认识的 雪 公 老师 李炳南 老 居士 弟子 于 林 波 居士 为 静空 法师 历 转 静空 法师 略 转 于 林 波 静空 法师 多年 在 台湾 美国 加拿大 及 东南亚 各国 专 红 净 土 法 门 他是 继夏联居 李炳南 二位老 居士 之后 弘扬念 佛 法门 的 法师 近年来 他在 各地 成立 静宗 学会 分会 遍及 台湾 及 美加 静师 俗家 姓徐 明 叶 红 安徽省 庐江 县人 1927年 出生 他的父亲 担任 公职 所以 幼年 随父母 客居 福建 建 欧 在 建 欧 受 小学 教育 中日 战争 期间 就读于 国立 第三 中学 1945年 抗战 胜利 46年 举家 迁居 南京 就读于 南京 市立 第一 中学 1947年 他的 父亲 病逝 家无 横产 竟诗 以此 诗学 因而 参加 军旅 从事 文职 工作 1949年 内战 斥烈 京 护 撤退 之际 竟诗 随军 到 台湾 服务于 实践 学社 担任 资料 管理 工作 竟诗 天性 好学 公语 研读 京 史 古文 努力 不懈 1953年 安徽 同城 方 东 美 先生 讲学于 实践 学社 竟诗 以 相 后 学的 身份 也 方 教授 于 寓 所 方 先生 为 一代 哲学 大师 提携 后 进 不 遗 余 力 对 这位 年方 26岁的 小 同乡 十分 气重 答应 每 星期日 为他 讲授 哲学 两 小时 初 讲 理 哲学 即 讲 东 西方 哲学 如是 三年 之 久 而后 1977年 方 先生 逝世 进食 照顾 方 夫人 生活 直至 中老 在 这段 时间 讲授到 佛学 部分时 方 先生 介绍 他 夜见 佛教 领袖 张家 大师 大师 易允 每周 未知 讲课 一次 如是 亦 受学 三年 1958年 静时 为进一步 研究 佛教 理论 乃 辞去 工作 到台中 入 佛教 大德 李炳南 老 居士 门下 依 雪 卢 老人 学 佛 李炳南 老居士 好 雪 卢 雪 卢 老人 为 静时 单独 开课 讲授 为 士学 净土 经论 特别于 大成 无量 寿经 更是 悉心 传授 十 静时 住于 台中 慈光 图书馆的 一间 小阁楼上 为 学佛法 不计 物质 生活之 简陋 如是 又 苦 学 十年 在 台中 受学 期间 因缘 成熟 1959年 北上 台北 于 元山 林 祭 祀 依 白 圣 老 法 法师 剔度 出家 法 名 敬空 1961年 于海会寺 受 聚足 戒 与 祥云 圣言 诸诗 为 戒 兄弟 出家 后的 敬师 仍 回 台中 医学 卢老 人 学 华 言 经 净 净 三 经 及 法 相 为 世 宗 的 经 论 同时 在南 普陀 寺 佛学院 任 教授 课 1967年 1967年 兼教务主任 后来返回台北 任松山寺大专佛学讲座讲师 1976年 台北三重市 慈云讲寺 创设中国内学院 礼聘敬师任院长 学佛要一门深入 是净空法师一贯的理念 1969年 他在佛光山东方佛学院任教时 即建议星云法师 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 他对星云法师说 法师啊 如此 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的佛光 普照全球啊 星云法师说 好是好 但那就不像佛学院了 佛学院里面开的课 要像一般学校一样 各门都要有的 这样 净空法师的理念 就没有实现 净空法师 何以有此种理念呢 因为他早年随净土大德 李秉南老居士学佛 李老就是专弘扬净土法门的 竟是知于佛学 出于法相为士之学 用功慎勤 曾从雪卢老人 学为士有年 雪卢老人 是民国初年 为士大家 梅邪云大士的入士弟子 渊源有志 游雪卢老人 为相宗刚要再版 所写的一篇序文 可见静诗的诗成关系 相宗刚要正序篇和堪序 三藏内典 诗出诗法鬼犯隐 于夜诗南昌笑莲 斜云霉光熙大士 于训清之计 为秋观 归佛至法相学 其经碎群伦 凡相宗学者皆重之 世书之流通 即为后学 不畏而作严 徐磅之意 于碧祸来台 居二十五人 也未敢错 故人静空法师 以法相刚要见证 小雀之曰 此五十年前 所熟读者 静诗曰 属为弱势之久也 受而流揽 乃为续编 恶然曰 于世大士 积二十年 其间流离 风烟咸火 十年无所安 时远如世 故未知见眼 子获赌于台岛 小康使然雨 静诗为树 欧德之游 且你正序何堪 于称善 及怂恿之 静诗 以为世学之基础 深入精脏 故于受拒戒后 于国内外红化期间 讲华严经 法华经 愣严经 圆诀经 金刚经 及几几年 垂三十年 他在台湾 先后创办 华藏法师会 华藏经社 华藏佛教 视听图书馆 华藏讲堂 佛陀教育 基金会等 弘法机构 并守开 风气 之先 使用 视听 教育 方法 大量 制作 佛法 讲经 录音带 录影带 分赠 世界各地 社团 及信众 近年来 更以大量佛书 运往大陆 协助大陆 佛教复兴 1982年 法师应美国信众之请 到美国红化 十 德州达拉斯学佛社 文知法师迪美 离请法师到达拉斯讲经 在此之前 出家法师到达拉斯红法者 只有静海 永心 红义 三位法师 静师是最早由台湾到达拉斯 红法的法师 他在达拉斯讲阿弥陀经要解 静师辩才无碍 使听众充满法喜 这以后 应当地信众之请 每年都到达拉斯红化 1985年 静师第三度来美 首先应洛杉矶华言 研习会之请 在中国文化服务中心 波尔莱昂文化中心等处 分别讲阿弥陀经要解 八月研习报告七次 新事经意 精简明了 使落成听众赞叹不已 继而 有非底三番事 在各寺院 以同意经题 再分别报告多次 八月非底达拉斯 仍讲净土经典 使听众深受感动 达拉斯学佛社社员 将原来社旨改装刷新 改为静宗道场 礼聘静师 为名誉董事长 及导师 肯留他长期助席领众修持 法师为大众诚意感动 允赞在社中住席一段时间 以后每年来达拉斯领众共修 1988年 因缘成熟 达拉斯学佛社 改组为达拉斯佛教会 华藏联社 礼请静师为导师 主持会晤 一年 台湾台北的 华藏佛教图书馆 净空法师 台北的道场 同修联友 组织 华藏静宗学会 仍有净空法师 领导主持 而达拉斯的 华藏联社 也就义名为 美国达拉斯佛教会 静宗学会 净空法师 不时要到各地 洪化 不能常住学会 由净师弟子 悟臣法师 代为助会主持 台北华藏图书馆成立 静宗学会的 因缘 建制于 台北华藏图书馆 馆长 及静宗学会 董事长 韩英居士 撰写的 静宗学会 缘起 一文中 大觉世尊 敏念有情 事成正觉 随机眼教 虽有大小全时之意 要接未令众生 开始误入佛之之见 究竟成佛而已 然末世众生 业障深重 智浅福薄 知识难遇 未能直下 唱佛度生本怀 于是 特开普度一切众生 当生成就之净土法门 习南昌 梅大事云 过能受持 如说修行 不但拔将来之苦果 使已获现前之福利 非真修敬业者 不觉其妙 非曾舍教海者 莫亏其身 又云 欲弘佛法于今日 必须提倡净土 静宗学会者 乃夏连宫大士 于大战后所倡导之 专修净土 砖洪净土之组织 净空法师 弘扬大成 三十年 身知此宗所依 却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度生成佛之第一法门 是以近年来台 港 兴 马 美 家 各地 极力宣扬 又印大经 集注解 三百余万册 流通十方 深望此一组织 能普遍推展 至全球各处 愿诸大善之事 皆能鸿眼正法 明三世因果 是六道轮回 表佛性珍长 暂净土超胜 独送大成 劝进行者 求愿往生 元成佛道 世智宣化 谱令群盟 同归境遇 为本会建立之 唯一理想目的 本会连有 修学理论 贤共遵修 净土五经 净土食药 由以无量寿经 下居士会几本 弥陀要解 谱贤行愿品 三种为必修所依 行有余力 使得研习 与本宗相应之 大成经论 黄念公 无量寿经拔云 苦乐心艳 生佛感应之理 产发尽智 显密性向 是理因果之意 该或无疑 是以志向大成者 志所必读 有心救世者 在所必红眼 华藏同修连有 深感连大士 念公之启事 决定依教奉行 起见华藏 静宗学会 离请静空法师 č然说 长年共修静业 共席大经 以滋提唱 上报似恩 夏季三苦 事成无量节来 昔有南逢之 大士应援也 敢不保此计愈 愿我资素同修共勉之 几四元旦 敬业学人韩英河南语 华藏佛教图书馆 几四年是1989年 敬宗学会是1989年成立的 当时的达拉斯的敬宗学会 最初仍设与达拉斯学佛会原址 即阿波罗路422号 1993年 在原址附近 即同一条路上的501号 购得大建筑物两床 总面积25000平方尺 成为一处规模完善的大道场 现在达拉斯的敬宗学会 有四位常驻出家众 他们是雾尘法师 雾形法师 雾迁尼师 雾平尼师 雾尘法师 俗名曾县伟 台湾海洋大学毕业 来美留学 或硕士学位 在佛罗里达州工作时 曾组织迈阿密佛学社 后一净空法师出家 是一位前途无限的佛门法将 美国净宗学会 董事长 韩英居士 是中国大陆东北大连人 1922年出生 1949年到台湾 以经商致富 赚到的钱 全用在护持三宝上 他1965年 以静空法师学府 68年护持静师 在台北市景美 创立华藏讲堂 华藏图书馆 多年惨淡经营 现在讲堂及图书馆 有一万余平方尺的面积 数万册图书 二十多位出家常注重 平时讲经红法 各种讲座 念佛共修等活动 密集不断 十余年来 静师在美加各地红化 美加两国许多城市 都成立静宗学会 如旧金山 洛杉矶 华盛顿 亨城 亚特兰大 麦迪生 加拿大等地 已有十余处之多 近两三年来 静宗学会的组织 遍及台湾南北 且已阔及东南亚 行建未来 家家观世音 互互阿弥陀之盛况 重建于金世音 于灵波 1927-2005 台湾著名佛教居士 河南洛阳人 职业医师 1960年起 授业于李炳南老居士门下 曾创建佛教菩提医院 普济医院 救济病苦 其向知识分子 介绍佛教译书 影响甚广 在撰写佛教人物传记方面 尤为著名 著作有 近代佛教人物志 民国佛教高僧传 民国佛教居士传 民国佛教学人传 及 现代佛教人物词典等 2005年8月29日 安详 民国佛教人物词 文字幕志愿 云和声 病故 疼人 病故 疼人 不 疼人 不 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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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